每到岁末年中奢华品牌就毛起来宣布下一季时尚重点 西装领口加上金色流苏 鹦鹉站在肩膀上 男装大啦啦内裤外穿 没有要让你看懂的意思 但更让人不解的是价格 引起争议的只有袋子上有字样 就是这款意大利名牌遮阳帽 PVC材质 这种系带处有logo 居然要价78万韩元 折合台币2万多 不可思议的名牌商品 一块一千元的砖头 一枚五千七百元的回文针 一支四万元的飞标 还只是任文款 跟指代一模一样 却要台币三万三千元的提袋 与一个六万六千元 长得却像大卖场购物袋的尖杯包 才真让人大开眼界 不过时尚一组杂大钱敢流行 真的成了冤大头吗 专家实际做了心理测验 让三名男性穿着不同品牌的白色 Polo山参加面试 结果意外证明 大气宴就是吃这一套 虽然一顶两万多的塑胶遮阳帽 引起南韩媒体热议 不过讨讨度越高 买气越旺 再度证明 名牌设计跟消费者心理一样 越来越难懂 三立新闻 外人浦报道